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1月11号 那么来聊聊今天的行情 一开始还是要麻烦大家帮我在影片下方 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这种哥的新年新希望除了瘦下来之外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把按赞数冲到100以上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投资朋友 因为去年2022年波动这么大情况之下 我们家族成员仍然是创造满意的获利 所以今年2023年波动一样会非常大 这边也要邀请大家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盘面 至今在这个营运低基期这边去做一个轮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3105的文贸 这边又再往上创高了 那其实先前我们在盘前提起 有跟大家聊到 你要去留意一下PA族群 另外一直提醒大家要去留意的 就是在记忆体这块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8299群年 这边也是往上做了一个创高的态势 那其实这些先前我们在群组或是影音 都有跟大家聊到 所以这边要邀请大家 一定要把这种一个Lighter跟Telegram 这两个群组给做一个加入 那这边离封关大概就剩下4个交易日 那要开始为明年的行情 应该说金兔年的行情 开始为金兔年的行情 开始做一个准备 那有人认为说 今年的行情会是一个动如脱兔 那其实这种歌也不否认 因为今年的行情真的波动会比较大 而且是不输给去年的 但是投资朋友 你也不用感到太过灰心 还是担心什么的 有波动 我们才有创造价差的空间 那没有波动死于一盘 就像现在的行情 这一天的行情可能要封关了 大家买盘稍微观望一下 所以你要死于一条的行情 还是动如脱兔的行情呢 其实答案非常明显 那我们过去也一再跟大家聊到 我们不怕涨 不怕跌 只怕没有行情 只怕不涨不跌 我们那个不涨不跌 真的是有点麻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 正所税的事情 其实这种歌遇过正所税 那就是这种歌得奖那一年 我们参加券商造势活动 然后真金白银 真金白银赠金白银 赢得全省的获利第三名 当年因为正所税事件 所以使得行情稍微比较闷一点 但是后期那边波动开始放大之后 我们也是找到获利的机会 然后赢得全省获利第三名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波动 有波动反而是一件好事 即便是往下杀 那也很好 你不做空了 往下杀你才有创造倍数获利的空间 所以请大家这边要开始为明年来做准备 那这种歌这边有准备一份发财经的资料 你不用去排队抢发财经 只要拨打电话 02-7725-1500 这份发财经策约就免费跟大家做分享 你可以点选影片下方表达连结 或是拨打电话 电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次 02-7725-1500 那这份只要有三个策略 封关前谁会最具备涨势呢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 营运低基期的个股 目前至今是开始在这一块去做一个轮动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2436微群店 今天也是往上去做一个反弹的 那营运低基期的个股 这类个股 我们那种说你如果有抢到反弹的话 可以先走一趟 那你要把重点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季呢 有谁会开始往上动 那另外呢 钟哥还会要教你一招 手中的齿骨到底能不能报骨过年 那我相信有很多投票 可能是从年初到现在 可能你也不想动了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 在有波动的情况之下 你还是要找机会调整 因为你不调整 就跟一滩死水没有什么太大两样 就是死于一条 但是呢如果你会调整 其实呢今年行情 我相信你还是有机会可以逆转胜 就好像我们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一直跟大家聊到 你去年上班年亏损没关系 但是这个作战行情 只要你把握 你一定可以逆转胜了 那我们11月有四档股票 获利攻三层 第一档是什么 第一档是这个 3034的联勇 6643 M314763的材料 再来呢是在这个 3035的资源 那12月呢 1342的八罐 中哥请大家寿司吃到饱 而且八罐呢是 连续性跳空涨停的 毫不拖泥带水 那你在空头年 有多久没有遇到这种 连续性跳空涨停的 那很不好意思的是 刚好小弟我本人就带大家 参与到了 所以今年行情 你一定要跟着调整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资料里面呢 其实资料里面呢 有一档个股呢 昨天刚刚公布营收 这个营收呢 是月增的这近七倍 哇厉害了 我的老天爷啊 营收月增近七倍 那我们在这个 营收还没公布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享这份资料 我相信今天这档个股的 涨停板呢 你一定赚得到钱 那没有赚到了 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边认为说 它后续呢 应该还会有个回档的机会 那这边就要去追踪一下 背后故事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月底的常态性路障呢 还是公司的营运 已经发生质变了 那你也可以看到 过去的 这月底的时候 突然都有一笔营收 往上去做一个 创新高的态势 所以现阶段 我们要去推敲一下 它到底是常态性路障 还是公司发生 只变了特定的准备 要开始敲锣打鼓了 所以这档个股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那你还没有拿到资料的 请赶紧加速你的脚步 因为接下来四天 我认为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取决于你的风光部位 要报多还是报少 那你究竟是报股过年 还是报股过年 一个是股票的股 一个是股头的股 那报错的话 其实差别是差蛮大的 所以这边要请大家 利用这四天赶紧好好调整 另外资料上面 有一档8420的明阳 那今天是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那其实明阳它的营收 也是12月营收 也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那其实高额富球产业 其实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你要去留意了 那为什么去年第四季 要跟大家聊到这档股 这个高额富球这个族群呢 因为它们是有基本面的腰股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高额富球 不管是明阳明安复胜应用 或是这个大典 其实他们这本业 都是非常赚钱的 只剩因为大盘的关系 让他们行情比较躁躁一点 但是在这个营收工步骤 明阳就往上创新高 所以有一档股票涨停板 有一档股票大涨7% 那你认为这份发财经策约 重不重要 这取决于这个接下来 到这个第一季农年年后 开红盘之后 其实整个行情应该就是看这份资料 那我们可以在陆陆续续的帮大家做个验证 但是你可以在我们帮大家验证之前 提早拿到这份资料 提早跟上我们赚钱 那这份策约 昨天已经热腾腾出炉了 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只要你有拿到策约 我相信这两档股票 你都赚得到钱 那我们跟大家聊到三个方向 封关前的强短策略 封关后布局 另外我们这边有加码跟大家聊到 抗衰退概念股 过去我们就要跟大家聊到 抗衰退概念股 只要一亮牌 我相信大家都猜得到 所以我们这边是 没有在节目上或群组的亮牌 但是这档股票 你一定要来布局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礼拜后的 这个超级财报周呢 决定于全球股市的下一步方向 但是呢 刚好很不幸的是 这个美股正在这个焦头热烈 正在刺激打仗的时候 结果台股却是封关了 那封关了 这边呢 其实你要调整你的部位之外 我认为你要好好布局这档 抗衰退概念股 因为没有意外的话 这边呢 这个财报呢 应该不会太好看 只是差别差在 衰退的幅度到底有多高 那其实呢 这对于这个整个行情的预测 其实是最难预估的一块 但是呢 我们可以等到它实现之后 再去跟着去做个调整 那这档抗衰退概念股呢 其实呢 如果行情真的是衰退的话 那免不了行情是要往下跌 往下崩嘛 所以如果行情往下跌 经济衰退的话 其实呢 资金呢 会开始流入这档股票 那如果联储会因为 因为经济衰退 转为一个货币宽松的话 其实这档股票评价呢 会跟着回升 那即便 最后是软着陆 没有经济衰退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啊 这中间的价差收敛 我认为呢 会比你在那边存股呢 还要来得好 所以这档个股呢 请大家一定要跟上我们的布局 那这档个股票 这档个打算呢 这边是重压个两到三成的资金 然后呢 会预计放到明年的Q2 Q2过后呢 我们再拿着这个赚到的钱呢 来进场去做个抄底的动作 那为什么会放到这个Q2呢 待会儿我们会跟大家做说明 那现在就请大家先拿起你的手机 拨打电话 零乐7725 1500 或是你可以填写影片下单 下方的这个表单连结 当然如果你要来个更fashion的做法 其实呢 你也可以跟上年轻人的脚步 跟上这个时代潮流 扫描QR Code 扫描QR Code呢 你也可以来领取这份策略 那这份策略呢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请大家拨打电话进来 零乐7725 1500 或是扫描QR Code 填写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 都可以 这份策略就是三个方向 封关前的抢短策略 封关后的布局 还有抗衰退概念股 这三个方向 请大家一定要跟上我们的节奏 那我们聊聊行情 昨天呢 报的谈话 其实内容是大同小异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这里很符合 我们先前一再跟大家聊到 其实利率跟通膨 对行情影响会越来越小 那现阶段的行情呢 会在这个14600之上 到15000 就是14600点到15000点 这400点的区间呢 去做一个来回震荡 而且是维持着一个强势整理 先前我们跟大家聊到 14250到这个季线的区间呢 维持着弱势整理 那这边你的部位就不适合放得太大 那站上14250 站稳14250 有机会来攻万五 那你可以看到 的确这边已经来到14842了 只差158点 那其实呢 这个技术分析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站上重新形成上升轨道 你可以适度的放大你的部位 但是呢 现在 离封关只剩4天 我认为你要开始去为年后的行情做准备了 虽然你要开始怎样 我认为你要all in的话 其实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可能可以稍微调整你的部位 然后看看封关期间 这美股超级财报周后的一个表现 那再来我们帮大家看一下贵买指数 那以目前看到的数据来看的话 我认为呢 第一季的行情呢 仍然是有机会的 那第一季的行情 仍然是有机会 那大家可以 可以看看年后行情 这四金流像是往哪边跑 我们再跟着去做布局 但是第二季的行情呢 请大家就要稍微小心一下了 那为什么呢 这边我们一样持续帮大家追踪 首先看到10月23号 我们刚刚聊到嘛 这个利率跟通膨的 对行情影响会越来越小 接下来取代 这是企业的获利指引 所以接下来超级财报周呢 可能就是大家要去留意的 那如果获利衰退的话 其实行情呢 可能在第二季的时候 就要特别小心了 那如果你长期追踪我节目的 应该对上图表呢 不太 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我们当时在8月的时候 8月的时候 台股还在破跌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这个崩盘呢 不会发生在这个升息循环的过程 大部分呢 都是发生在高利率维持一段时间 那以目前态势来看的话 年准会低季还要升息 那这个高利率呢 会维持在2024年 那这个高利率经济到底能撑多久 这边就打一个问号了 所以第二季呢 或许呢我们要小心一点 如果高利率呢造成经济衰退非常严重 没有办法软着陆的话 那其实呢第二季行情 我们就要稍微提防一下 那对于会做空的朋友 哇那这边中哥也要恭喜你 因为呢你喜欢做空 那第二季呢或许会是个机会 那第二季呢 这边如果行情是往下的话 我们也会经常去打个空单 那说到空单呢 我们真的是pro级的 那来到了呢这个第三季第四季的时候 开始准备重新迎娶这个 迎接这个宽松行情啊 总统选举行情 到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 抗衰退概念股赚的啊 或是打空单赚的钱 来去进场抄底 到时候会是倍数获利的开始 请大家记得我帮大家规划这个时间走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呢 如果你要等到衰退结束 开始复数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股票通常都已经回到 这半三腰位置了 所以你要把这时间走 牢牢的放在你的心上 到时候呢 我们可以跟着基因流向来打单 那到底会不会崩 其实不用预设论理想 到时候就知道 那我认为 崩的几率呢 可能比较小一点 因为当时的崩盘的条件 2008年崩盘条件 跟现在崩盘条件呢 其实呢 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呢 其实你也不用想太多 你只要就这个当下 我们做好准备 然后在这个第二季的行情 我们心里有个底 第三季第四季的行情 我们再看看基因流向往哪边跑 我们来赚取这个宽松行情 总统选举行情 甚至是新的作战行情 所以这个时间总统请大家一定要放在心上 那你把这个时间总统放在心上 其实你可以跟着怎么样 创造这些获利 我刚有聊到 2022年即便波动非常大 但是呢 我们还是创造满意的获利 那9月开始 我们应观众要求 其实呢 我们有带着一般的朋友 经常去打这个空单的 原本我们就带VIP去打空单 那是9月开始呢 我们有带着大家去打这个空单 所以行情其实涨或跌 我想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了 因为涨跌呢 我都会带大家来赚到钱 所以现阶段要请大家 把这个时间总统放在心上 而且你不要害怕多空双向 其实多空双向才能保你呢 一路平安的回到家 所以2023年 这个时间总非常的重要 请大家放在心上 你可以来填写这个表单的索取资料 或是直接拨打电话 跟上我们 0277251500 0277251500 那我们明天见哦 谢谢 拜拜 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我做到每天早上10点半 你有什么的 我跟他们另一个人 决定表现 担任马 半个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